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节目开始跟各位讲说8450的批里布袋戏 今天还在涨停喔 那么现在开始所有市场上的人 也开始追捧游戏概念股 我节目开始跟各位讲PMOLED 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很多人谈到PMOLED 甚至相关的零组件设备 甚至光学股 都是在我节目当中领先跟所有朋友告知的 我只想告诉大家一件事 我从头到尾只讲一句话对吧 这句话你如果照着做 这190%到现在还没回来 这190%各位看到没有 从23块半到73.6 到现在还没回来 注意啊 代表什么 元宇宙的涨停板还在持续啊 而且我要跟各位讲说各位注意 我从头到尾呢对于元宇宙 甚至我最近跟各位提到 现在已经有人开始追上我的叫做NFT啊 追上我是追赶我的意思喔 不是超越我的意思喔 NFT相关的虚拟文创 及艺术品收藏市场 今天我们就要谈这个啊 都已经有人开始慢慢地来谈了 所以说谁能够掌握住第一个发言权 谁能够掌握第一个切入的地方啊 那么真的涨停板就是你的 甚至涨停板就在持续啊 我说过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 到第四阶段构筑推动元宇宙等等这个部分呢 黄敬哲早就帮各位想好了 甚至呢也不能说是我一个人帮各位想好的 而是在国际上面早就已经有元宇宙这样的一件事了 所以各位注意喔 你说老师今天来你一定是要讲霹雳 对我等一下会跟你讲霹雳 我等一下也会跟你讲相关的游戏概念股啦 这今天真的是我点的火啦 今天真的是我点的火啦 各位看到没有 甚至呢我也有预告的啦 来注意喔 今天来游戏股里面 第一个泰性是个游戏股 没错吧 第二个游戏股里面 哪一个呢是会创造啊 元宇宙最大的一个金流的啊 元宇宙最大的金流的啊 你要想清楚喔 元宇宙本来就是一个将来要把钱放进去的地方喔 它会创造出元宇宙最大的金流 我说过有金流的地方就有涨停板 那么有头盔 将来大家可能有两个人买手机 一个人就要买元宇宙的头盔 所以元宇宙的头盔有金流啊 哪里还有金流 游戏有金流啊 所以游戏呢 基本上也能够上涨 哪里有金流 那么买头盔这些厂商要制造的时候 会有零组件啊 所以各位看到了没有 这些地方啊会有金流啊 对不对啊 这些地方会有金流啊 你不要管它拉回 拉回我第二阶段再讲 这当然是第二阶段要讲的 有些股票拉回 这个股票拉回是EPS很多耶 亲爱的投资朋友 它十月份单月份的EPS 0.4元以上耶 有的股票呢 拉回是没有EPS 是不是这个代号我没记了 拉回是没有EPS的 我先跟你讲了 6137啊 6137是不是 我没记了想不起来了 反正那几只股票 这次的拉回来 你要去想想看 哪些是真的元宇宙 真的元宇宙你一定听得懂 它的在做什么 那哪些可能不太像元宇宙 例如说这个 我这个什么汽车投影说 就叫做元宇宙 我实在有的时候听不太下去 汽车投影是跟电脑有什么关系 你跟我讲 但是这个可是真的元宇宙啊 注意哦 其实呢各位注意到 美国啊 这个叫Decentral Decentral Games啊 这叫什么 中心社区的意思 它这个叫中心社区 翻成中文了 中心社区里面 其实它里面有游乐场 有那个什么 有买卖地方的场所 这个叫什么 有购物中心 有百货中心 甚至有汽车中心 他们已经变成是一个社区了 你知道吗 在这个市场上面 它竟然是一个在虚拟的一个社区啊 那最近它推出三个新的元宇宙游戏 这三个元宇宙游戏呢 会创造出元宇宙的最大金流啊 所以你看到没有 我今天每次节目一开始 我的节目假如你要只看一开始也没有关系 其他的你看昨天的就可以 因为其他都昨天就跟你预告 但是各位注意到一件事啊 我预告之后呢 例如像游戏股 现在是一整盘的游戏股全部都发威啊 不是只有我的哦 注意哦 一整盘的游戏股全部都发威出来哦 各位看到没有 注意哦 来 这是不是低点 这是不是底部 我每一次拿给你的时候都是底部哦 注意哦 我每一次拿给你的时候都是底部 你不要说老师啊 哎呀 涨上来你才跟我讲 我跟你讲的时候都在这里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后来就变成这个样子啊 这都是月线的底部哦 我说过元宇宙金流里面最受益的股票啊 而且最适合VR的游戏啊 这种是游戏跟文创 你说老师 什么提示我 我已经提示这么清楚了 它就算只是个2D游戏 还不是元宇宙的游戏 它也是最大最大的一个金流啊 那这是什么 亲爱的投资朋友 不要猜Oh my God Oh my God我已经讲过了 所以Oh my God以外呢 Oh my God等一下我再跟你介绍 所以股票市场里面 各位看到没有 现在全世界又来追Oh my God了 Oh my God我早就给你介绍了 只做第一手赚钱一定有 你一定要在研究国际上的趋势 我刚才跟你讲的 这个就叫做国际趋势啊 这个就叫做国际趋势啊 国际趋势连这个什么 NFT上面买个土地啊 都能够赚钱耶 各位看到没有啊 所以国际趋势会领先大股东 领先外资研究 领先新闻媒体 你现在才在讲Oh my God 或者你现在才在讲至今 你说老师至今今天拉回 废话你说老师你怎么讲废话 当然了我已经讲这么久了 莱宝我也讲了这么久了 我从这里开始跟各位报告 我从这里开始跟各位报告 你说他不会拉回那才怪 对不对 那我是不是已经不断在进化了 我说过注意哦 元宇宙还在规划期 规划期最容易上涨 因为那是一个梦 就像什么8450的霹雳 你说老师我等到霹雳布袋系 在元宇宙正式推出霹雳布袋系的园区 我再来买 不想到长大哪边去了啦 我告诉你啦 对不对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未来十年元宇宙最缺什么 游戏人台是不是我第一个告诉你的 我说请你注意一下下 那么霹雳布袋系从23.5 到现在48.5 今天的涨停满后面又锁起来哦 已经涨一倍了 一倍以前 你有没有想过要听听黄老师跟你说的 我说过各位看到没有啊 后面的他会一档接着一档带动 我都有给你预告 我都有给你预告啊 我都有给你预告啊 我先直接讲注意哦 那么元宇宙来讲的话 请你把这个观念全部都记下来 第一个 NFT叫做虚拟货币跟艺术品 收藏交易市场 所以你这些艺术品 包含了这些头像啊 这些人像啊 各位看到没有 这些头像人像 哎呦这怎么这么无聊 一只猴子可以卖那么多钱啊 我告诉各位一件事 就真的这么多钱 那既然他的图像可以卖的话 Oh my God的游戏图像可不可以卖 Oh my God的游戏图像可不可以卖 看到没有一只猴子可以卖2.8亿台币啊 那每一张这每一张价值十几万哦 每一张十几万的台币哦 总之呢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符号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群啊 所以游戏的认同 因为你在网路上 你必须要有另外一个长相 另外一个身份 那有些人说 哎呦我们的身份就是这个 就喜欢用这个猴子 其实我跟各位讲 这是摇滚音乐里面的一群人啊 他们喜欢摇滚音乐的人 就会喜欢用这个 那你不喜欢摇滚音乐 不喜欢当Rock的 你不会去喜欢这个 同样的 假如你喜欢Oh my God里面相关的游戏的 你当然会选择Oh my God里面的图形啊 对不对 你可能会选择这几个啊 什么小雨啊 什么的这几个图形啊 这些都可以现在变成所谓 肖像权拿出来做贩卖耶 那你当然会有更多的人喜欢 台湾人最喜欢什么 史燕文 树桓针 常觐人还要弄去 对不对 这些我都耳熟能详啊 所以我相信50岁以上的人 搞不好都会选这个啊 结果呢 发行这个NFT图卡 造成什么大档机啊 卖了多少钱 我还是告诉你一件事 因为新闻都还没出来 虽然我们也做了研究 但是新闻还没出来 我不能讲 但是我只告诉各位一件事啊 那么宝可梦的图形 可以这样子 募资到3亿的一个美金啊 募资到3亿的美金啊 据说Oh my God 那么今天呢 已经有新的新闻出来 也有相当多的啊 七位数字的一个情况啊 各位看一下 霹雳布袋系可以卖多少 我相信霹雳布袋系 我就直接讲 他卖这些绝对卖赢Oh my God 是不是当初我跟你讲的时候还在低档啊 所以你应该先发现霹雳布袋系啊 不要等这个时候才发现Oh my God 这样会比较亏一点点 对不对 会比较少赚一点点 那霹雳布袋系会上来的话 游戏谷这些包含了网龙 包含了志冠 包含了雨菌 你不用去参加那些 跟你讲游戏谷的老师的 看我节目 我今天已经把游戏谷一次帮你带过了 而且里面最飙最汗的就是8450的霹雳布袋系 有还是没有 昨天到86%坚到104% 104%那张带好了 没关系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说一个老师真正要证明的东西 不是昨天啊 你常常看一个节目看昨天到今天 昨天到今天就涨停板了 这样子你就跟人家 我在证明是什么 证明整整的 不这是Oh my God 刚才那是霹雳的 没关系都一样 基本上来讲 证明它能够长一大段 长一倍上来 一个新的思想 一个领先的思想 能够长一倍上来 这才是你真正要追求的 这才是你真正要看的第一手 在没有人跟你谈 这个所谓PMOLED的时候 我也是第一个跟你谈 现在要参加我的 像知道我在叫什么股票的越来越多 我当然有所谓压轴的准备 压轴在哪里 压轴在这里 各位注意 第一阶段我先告诉各位 这个要decentral decentral什么意思 中心 中心社区 现在目前这个中心社区 已经是香港和美国 香港跟美国 那么玩的人最多的 我就直接告诉各位 它第一个它是用B2B的方案 生意对生意 所以它里面 B2B什么 生意对生意Business to business 就是已经有money在里面 有钱在里面了 那么也是第一个 有虚拟土地帮它货币化的DAL 不管它总之 但是各位看到没有 它推出三个非常重要新的游戏 这三个游戏呢 我相信你的老师也搞不清楚了 也搞不清楚了 你除非来问我了 就像什么 就像今天他们才在讲 Oh my g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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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Very good 都已经挑战前面的短高点了 我认为 我当然还在 因为我认为有机会挑战过去 我们在节目上只能说 我们认为有机会 不能讲说一定有 你怎么给它嗨啊 知道吗 各位看到没有 当初来宝也只有这么低的时候 我再跟你介绍 所以股票市场最重要的 我还是告诉你 现在大家都讲元宇宙 元宇宙很简单 如果它能够给你证明说 我宏达列马在最低点 你可以跟 如果它可以证明说 位数我在最低点给你介绍 你可以跟 你懂我意思了没有 如果它有办法给你证明说 霹雳不呆气 它第一个给你发现 你可以跟 如果它可以给你证明说 今天至今它第一个发现 你可以跟 这些事情都在我们家族发生了 那为什么 我真的讲一句实在话 我很少看别人的节目 别人都常常来看我的节目 甚至到今天为止 我相信百分之九十的节目 今天晚上开始会讲霹雳的 昨天晚上好像有人在讲霹雳 还讲不出个什么玩意儿 讲不出个什么东西 欢迎各位想尽办法赶快跟上来 跟上第一手 注意哦 我常常讲一句话 做股票 有两种 在低档的时候 你叫我带你去做 我相信我有办法 能够带你真的好好的赢下整个波段 在这个时候 实施有两种 一种买低档 一种叫追高 在这个时候追进去 至少短线上你现在是吃亏的 至少短线上你吃亏套牢 这就是有没有愿意 早一点跟上来的原因 现在最大金流股还在底部 请你赶快跟上来 不然的话 你现在来跟我讲说 你要买位数 我也会觉得很烦恼 当然拉回要买 什么时候 下一段再跟各位报告 圣诞领声响 礼物三个来 好礼一 帮你出一半 好礼二 开红盘起酸 好礼三 神秘礼物 运达投顾圣诞温馨礼 错过等明年 错过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核心超过专门 错过等明年 错过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自然循环 生生不息 今天几乎所有的股票都不太好 所以开始有人怎么样 追黄老师的Oh my God 你当然也可以继续看其他的节目 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这一来一回 你和我的成本相差的快多少 快36%接近四成的一个情况 所以一来一回 有的时候相差的非常之大 今天应该也有人会开始跟你谈什么 谈霹雳布袋系 涨了六支之后 注意哦 涨了六支之后 我还跟我们本来原先属于尊惠股的 限制交易当中 那我可以进场分 试价再布局 这时候是已经变33块了 各位看到没有 33块还是照常叫你再布局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今天没有时间 从最低档的时候 一直一直跟你念了 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 23块我就开始了 在最低点的时候 23块我就开始了 然后就这样一路L型直接冲上去 这些都是你在我节目当中 不是在我节目当中 你在股市现场这么大的节目当中 你就已经得到了非常重要的资讯 重点是它从这里开始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一件事 元宇宙十年之内 不管从硬体的 硬体的你的VR会从所谓低阶到高阶 或者我们先讲软体 软体的元宇宙十年之内 会有大量的游戏人才出现 这也包含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绍 这个游戏最重要是要构筑金流 各位看一下 这个叫6763的绿界科技 绿界科技是诞生在什么地方 诞生在现在最流行叫做直播市场 那么在直播市场里面 有的卖鱼有的卖虾有的卖什么 总而言之这会产生金流 有的是斗内 有的是卖什么 卖宝物像这个叫卖虚拟宝物 卖虚拟宝物 将来这个市场变成元宇宙的时候 会进入所谓NFT这样的一个市场 它是做什么文创以及艺术品 还有这些头像的收集的 将来你进去这个所谓NFT的世界里面之后 进入这个元宇宙世界的时候 你开什么车提什么包包 那么你怎么进来的 穿什么衣服用什么头像 那都代表你的身份跟地位 就跟你现在穿的衣服是一模一样 只是它是一个虚拟的 所以这需要大量的什么 游戏跟绘画的人才 所以元宇宙还要发展多久 十年 不要说十年了 我认为三年你就可以看得很多很清楚的东西 前面三年可能就是最重要的关键 谁能够先占有这三年里面 比方说好了我是第一个什么 我是第一个做拼力布袋戏的 第二家布袋戏可能就做不起来了 对不对 我是第一个做什么 做NFT好了 NFT艺术品收藏 我是第一个做电影的 第二个可能就收不起来了 那我就跟各位讲说各位注意一下下 为什么我一直跟你讲拉回只买元宇宙 今天要花一点点时间来回答这位先生的问题 因为我一直不想跟你谈指数 我认为指数16000点元宇宙还是会涨 17000点元宇宙还是会涨 20000点元宇宙还是会涨 现在还没到20000点 18000点元宇宙还是会涨 今天怎么拉回 各位看到没有拉这么多 元宇宙还是会涨 你一定会找到元宇宙会涨的 但是当然也有元宇宙涨很多拉回的 这叫涨 这个什么 5245好了 这一定要拉回它已经分盘交易了 被黄老师已经讲到分盘交易了 但是这个有没有基本面 有哦怎么没有 10月份的时候赚0.43元 一个月就赚4毛钱了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人家EPS是3块多的 有的元宇宙是没有EPS的 那个当然你没法抖了对不对 这个有法抖的呢 这个你还可以等它配股配息 这个8105也是有 8104这个也是有 尾巴已经打开了 2.5亿元 那我先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 谷悦涵先生这样子讲可能不太对 他的确是高点 但是我问你 2万9 假设是这样 2万点可能是高点 但是就在那个1万9900点 1万9800点那附近震荡 所以我其实跟你讲 这个数字不重要 它回挡的速度 指数回挡的速度不会太快 你懂我意思吗 指数回挡的速度不会太快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 因为成交量本来就不够大嘛 所以为什么主委跟你讲 花朵盛开 就是说那个股票好的话 蝴蝶自来 就会有人要买 选股不是要选市啊 所以其实这是1万6000点 1万8000点 这些通通都没有关系 有关系的可能是台积电 有关系的可能是长龙这些股票 我直接告诉你 但是对于这种所谓Oh my God 各位看到没有 Oh my God进军元宇宙 来开始的新闻又出现了 现在即时的新闻出来 Oh my God进军NFT抢攻元宇宙 谁又提早告诉你的 这是现在哦 你看到电脑里面的新闻哦 好啦 你还在考虑什么啦 没关系你继续考虑 你考虑下来是少赚的是你 又不是我的家族成员 来来我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看看要不要坐来保 谁告诉你说这种所谓的PMOLED里面 包含了所谓的红蓝绿这三个颜色 将来所造出来的一个所谓的未来的一个前景 我忘了带那张图了 忘了带那张图表了 基本上来讲的话 是最自然的一个发光颜色 也是我讲的啊 也是我这样告诉你的啊 那这种股票有拉回来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啊 你一个头盔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第一个声音嘛 应该不能说第一个声音 第二才是声音 第一个是眼睛一定要看得清楚啊 眼睛看不清楚咧 我告诉你一件事啊 你要叫这个美国空军啊 美国空军啊各位 所以为什么我跟你讲 至今来保你还是要看啊 还有这个头盔的外壳一定要有嘛 所以这个位数一定要有嘛 那这个眼睛这个镜片 一定要看得非常清楚啊 你要看这个歼20看 如果那个眼睛都看不清楚 也不是PM OLED 而且看得眼睛会累 因为现在只有PM OLED 最接近自然光源啊 就像你现在在看我一样很自然 但是如果把电视 再移到你眼睛去看的时候 拜托啊不啊 人家换他把你打死啊 所以这个一定要看得非常舒服 所以我跟各位讲一件事 你不要小看PM OLED啊 这个绝对都还有机会啊 甚至里面相关的这些零组件 绝对都还有机会 我就直接告诉各位啊 这会不断不断的进步 进步到什么地方 进步到不好意思讲 他现在最大的目标是 一个人控制四五台飞机啊 那你说这个中国大陆这个歼20 怎么跟美国打 我说这个有军事上的目的啊 军事上的目的叫做什么 叫做环天科嘛 你没看到我们台湾现在 在发展无人飞机 偏偏中国的航天科技呢 美国连晶片都不卖给你 让你飞机飞上去的时候 一个一个掉下来 记不记得有这个新闻 中国大陆的无人机飞上去之后 掉下来砸伤人有没有 这是小台的呢 小台的无人机 把它大台一点呢 可不可以啊 遥控装置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飞机大小的问题啊 引擎大小的问题啊 把它弄个大台一点的话 就变成这么大一台了 这么大一台的话 尖二十在这边拿一条命跟你拼啊 打完了他们全家哭 你打完只是你 还照常你薪水我告诉你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啊 元宇宙这十年将会变成什么 从这个所谓的简单的变高阶 现在你现在看到都还是简单 像这个脸书这些的东西都还是简单 不过简单跟高阶呢 通通用3508的位数做头盔 所以位数为什么这次长得比 所以你要找一个真的懂元宇宙 不是说用化的今天卫生很好 卫生很好化两个半也没充当 很辛苦的对不 别人你吃饭你化修 哎呀 从来就化好没充当不对啦 要化最强的对不 来注意哦 来 这个叫做数位收藏 霹雳布袋系你看到了 现在跟霹雳布袋系最有拼面的 我就跟你讲一件事 霹雳布袋系因为它现在有个园区 跟什么 跟这个decentral也很像 第二个它里面有游戏 跟这个霹雳布袋系最像的 你看真是糊涂了 这就是至今跟莱宝的技术 这个叫做有机自发性显示器 不管了先跳到这里来 请各位准备要布局这一档 我们全部的人都还没上车 注意我讲话一向酸话 包含我会员朋友 全部的人都还没上车 等一下连我会员朋友都可能来问 那么这个游戏将会创造什么 第一个它在2D的时代 就是创造最高的金额 甚至股票曾经飙到非常吓人的一个情况 现在2D之后它就休息了 接下来换3D VR的时代 它又是一个最大金流股 注意这就叫做金流股 但是不是它废话 因为它是新贵的 它是创造最高金流的个股 那我问各位元宇宙金流最受益的股票 玩最贵的游戏 这叫什么名字 欢迎各位想尽办法赶快跟上来 因为有金流就有EPS 有EPS就有本利比 有本利比就有机会可以往上比价 你说对还是不对 况且它还在非常低价 非常低廊的位置 绝对不是那种百位的股票 我介绍的股票都是便宜的 将来要变成贵的 从便宜变成贵的我才要介绍 欢迎各位想尽办法跟上财富指挥官 元宇宙最大金流压轴出现 涨停 涨停 再涨停 压轴出现的话 就是这通电话你非打不可 我们等您电话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优优优优优独立则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圣诞领声响 礼物三个来 好礼一 帮你出一半 好礼二 开红盘起算 好礼三 神秘礼物 运达投顾圣诞温馨礼 错过等明年 错过阵线 零二 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零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运达投顾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 忘补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 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 零二 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只要播通 就让您 发很久 发很久 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圣诞领声响 礼物三个来 好礼一 帮你出一半 好礼二 开红盘起算 好礼三 神秘礼物 运达投顾圣诞温馨礼 错过等明年 错过阵线 零二 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